嗨 大家好 八月课程来咯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冰粉烤鸡 用我们现在站所的延伸富贵鸡 延伸富贵鸡呢 它有的时候会是切块的 有的时候会是没有分切的 这次的是扮鸡 那我为大家带来的是 用扮鸡来做料理 然后我还会有一道是有切块的 会在下集 大家在密切期待 那你记得哦 你要退冰的时候不要开封 整包退 因为这样子你的肉质呢 才不会去受到破坏 那我前一天晚上呢 我已经先退好了 然后我又抹上盐渠 然后再放冷藏 再看到我抹一点黑胡椒 然后还有麻糕 大家一定知道 我非常的喜欢麻糕 因为麻糕有一种 很异国的那种 柠檬月桂叶的味道 那麻糕记得一定要压碎 它的香气才会出来 所以我前一天晚上 我上胸先用了盐渠烟 然后我隔天在做料理的时候 用了麻糕黑胡椒 然后这是我们去年中秋 中秋预购所用的青黄莓果酿 我用的这一罐是黄色的 它味道会稍微比较酸一点 把它抹一抹 抹匀 然后还有我自己种的新鲜香草 如果没有没关系 你也可以用干燥的 比如说意大利香料 或者是干燥的百里香 都很搭 然后我在腌制它的时候 我把它放冷藏 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然后再来切一下根筋类 刚才那个是金石地瓜 然后这个是南瓜 南瓜下去烤啊 烤蔬菜其实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 然后还有洋葱 紫洋葱 也都一样稍微把它切一切 剥一剥 我会用这样子圆形的呢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样比较漂亮 那你要把它切快 其实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 就不要切到自己的手就好啰 注意安全 然后这是柠檬片 现在在所柠檬非常的多 之前也带大家做过研制柠檬 研制柠檬也是非常棒的哦 大家都可以再复习一次 然后看到 我把蔬菜摆一摆 然后把我们的延伸富贵鸡放上去 然后洋葱 新鲜香草 然后再挤一点柠檬汁 我除了铺柠檬片 我还有挤柠檬汁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我用那个肉叉稍微把它刺一刺 刺一刺 因为延伸富贵鸡呢 它的油脂比较多 它的皮比较厚 然后这是蜂蜜 我在鸡肉的表皮呢 抹上蜂蜜 因为这样烤出来的颜色会很漂亮 而且整道料理是酸甜酸甜的 看到就是这样子哦 然后就可以进烤箱了 我大概用了220度 然后烤了40分钟左右 甚至有稍微久一点 因为我记得我在30分钟左右的时候 我先把它拿出来 再刺一下它的表皮 你在刺这个表皮的时候 如果有血水流出来 就表示你的鸡肉还没熟 这都是你可以判断的方式 然后我再稍微再抹一下蜂蜜 让它的颜色可以上得更漂亮 然后吃起来甜甜的 人生富贵鸡 它来自屏东雾台大五部落 结合台湾农业的育种跟养殖技术 而且可以帮助 偏向发展经济 兼顾环境生态平衡 它是台湾第一支 符合国际育种标准的本土土鸡 肉质很Q弹 而且介于黄金鸡跟白肉鸡之间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架上有延伸富贵鸡 都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好咯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